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有一个跟不饱和听类有关的猜谜 要请你猜谜 这个像芒果这些的水果 跟我这个塑胶袋 PE保鲜膜 它有什么相通的物质 今天是要动动脑时间 对 我想想看 好了 酸酸酸酸很甜 很甜 跟糖类有关 可是不对 你的包装用的是塑胶袋不是纸袋 所以应该不是纤维素 我提示 我这个单元是要叫不饱和听 不饱和听 有塑胶袋 有保鲜膜 应该是跟塑胶有关 跟塑胶有关 我就会想到聚合物 有水果 我知道了 乙烯 Bingo 那克星老师 你帮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水果 又有聚合物 会让你想到乙烯 我想到的是 因为我们的塑胶袋 保鲜膜是聚乙烯 然后这个水果 它在还没成熟 要变成成熟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催熟的时候 需要有乙烯的帮忙 所以不管是我们人工 做出来的塑胶袋 还是自然借着这个水果的熟成 都跟乙烯有关 我相信阿飞老师 就是要用这个来引起 大家的生活情境的兴趣 没有错 事实上乙烯是非常重要的 不饱和听类 那事实上有更多的 不饱和听类 都跟我们的 食衣住行这些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要对他们 好好的认识 那我们就往下继续来学习 不饱和听类的课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不饱和听类的 易购物结构跟分类 那同样的 提醒同学 等一下学完连结知识之后 记得点按我们的模拟试题 会由高官周老师 为各位详细说明 模拟试题 那这些模拟试题呢 相关的题目呢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到 连结知识的部分 那饱和听啊 它之所以叫做饱和 就是它身上呢 没有任何的双剑 或者是三剑 那它身上就是碳跟轻之间啊 都是单剑 那我如果说我连的直 一直连接下去的话 这一种就是练弯 可是呢 我如果绕一个圈圈呢 那就是环弯 那你如果形成一个环啊 你的头尾 本来可以接的地方 就没接到了 那这样子呢 就会少接两个氢 所以你看那个通式 链丸呢 是CnH2n加2 那环丸就少掉两个 其实就是CnH2n 所以呢 这一个是链丸 六个碳 六乘以二加二 十四 那这一个呢 你只要形成一个环 就会少接两个氢 所以六个碳 应该本来可以接十四个氢的 这一个呢 就只剩下接了十二个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环碗类的命名 那这一个呢 是我们故意挑选出来的 很多同学很容易犯错的 好 那为什么容易犯错呢 我们来看喔 因为呢 它的主要的结构呢 有一个环碗 所以呢 我先把环找出来 这个环是一个六边形 所以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六碳环 所以它的主要的名称呢 一定有个名称叫做环极碗 还记得吗 一二三四五六 甲乙丙丁物极庚 六就到极 然后因为它是绕圈圈的 所以是环 所以它的名字里面 一定有一个环极碗 然后呢 它旁边呢 有接甲基 也有接 像右下角那个弯出去的 那个是两个碳 那个是乙基 你有接两个甲基 一个乙基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来帮你把它的位置跟编号 把它标示出来 怎么标啊 如果我是用蓝色的这一个 那在乙基的位置会编一号 然后那两个甲基的位置 一二三四 那个二没有写出来 那两个甲基的位置就会是三号跟四号 那我一定要这样子编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编呢 我从左上角一二数下来 然后这个乙基在四号位置 好 那我们又说 我们希望那个号码越小越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中文命名的时候呢 是按照取代基的碳数的多寡 碳越少的写在越前面 所以我等一下 我的名称 我会先讲甲基 再讲乙基 再讲还基万 那因为我的甲基有两个 所以我名称一定有二甲基 那现在问题来了 二甲基我应该跟他讲 我叫做一二二甲基比较好 还是三四二甲基比较好 那你刚才又说了 你希望那个号码数字要小一点 所以我们当然是选择红色的这一个编号顺序 一二二甲基 那因为你把红色的顺序定下来之后 那个乙基的位置就在四号位置 所以它就是四乙基还基万 所以整个命名是一二二甲基 四乙基还基万 提醒一下同学 阿拉伯数字跟阿拉伯数字之间是逗号 阿拉伯数字跟中文字之间 有一个短短的dash的连接符号 所以这个只要养成习惯 知道规矩就没问题了 来 那讲完了饱和听 我们看不饱和听 不饱和听 它之所以叫做不饱和 就是它的结构里面有双键 或者是有三键 好 那有双键的叫锡 有三键的叫缺 那我也可以绕圈圈 那绕圈圈又有双键的叫做环� 那你只要有形成一个拍键就少接了两个氢 好 所以我们一样看例子 刚才六个碳的应该可以接十四个 可是我在第一个碳跟第二个碳中间那里形成了一个双键 这个双键一形成之后我就少接了两个氢了 所以是锡6H12 这一个哇 三键 三键一形成之后就少接了四个氢 所以这个叫做锡6H10 好 这一个 这一个形成的一个环 我记得会少接两个氢 又形成一个双键 又少接两个氢 所以我本来锡6H14 14扣掉两个 再扣掉两个 一样 十个 那同学你也可以把这个结构画下来之后 一个一个补上去 你就会知道 这十个到底是怎么接的 看完了它的数量的计算之后 同样的我们来看它的命名 那你这个结构一看出来 你就知道 它最重要的特征呢 就是它身上有这个双键 那双键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它是锡类 所以它的名称一定有锡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那我这个锡呢 它到底它的碳链哪个最长 那前面我刚才讲过了 你一样要去把那个最长的碳链找出来 所以呢 我们标示红色的这一段 就是碳链最长的位置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最长的碳链有六个 那六个呢是锡 可是它叫锡碗吗 不对啊 因为它是锡类啊 所以它是锡锡哦 小心它是锡锡 好 不只是锡锡 因为锡代表着你双键的位置 它的那个双锡的位置呢 是从一号开始的 所以这个是一锡锡 那这个如果一锡锡的号码确定了 你在二号位置 三号位置 各有一个甲链 所以应该是二号位置 三号位置 总共有两个甲链 所以二三 二甲链 然后 你是一锡锡 这是它的主碳链的名字 所以整个名称呢 就会变成是 二三 二甲链 一锡锡 所以刚才的豆号 连字号 也不要忘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锡跟缺的命名规则 那如果是绕圈圈的 这个怎么命名啊 来 这个一样 要小心 很容易错 这一句话很重要 环锡里面啊 它只要有双键的 那双键的位置 一定就是一号跟二号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上面的当一号 下面就要当二号 你把下面的当一号 上面那个就要当二号 你这个双键的位置一定就是一号二号 没有第二句话 好 再来 一样我的支链 我的取代机 要在编号最小的位置 来 现在蓝色这个数字一看就错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双键的位置一定要是一号二号 所以蓝色的是错的 那红色的这个 红色这个OK 红色这个OK 所以我从下面数上去 一二三 那你那个取代机的位置就在三号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从上面数下来一二三四五 我从双键的比较上面的位置当一号 然后往下数二号 那这样子一二也OK 可是数下去之后就变成三四五 你接取代机的位置就变成五号了 那我现在就有三个答案了 我到底应该是蓝色这一个 还是黑色那一个 还是红色这一个 那聪明的同学 你如果有听出来的话 上面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号二号的位置 一定要把它标出来 所以你不可能选择蓝色的 黑色的我怕画面太复杂 我就没有把号码编出来了 黑色的这个同学 他一定想说 我在上面编一号二号三四五 再绕上去 绕到上面去变成五号了 可是人家红色的这个 他数上去之后编号只有三号 所以当然是三号这个最好 所以这一个的名称 叫做三甲基环物锡 他五个碳所形成的环 然后有双键 所以叫环物锡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C4H8的所有易购物 C4H8你看 他很有可能 他的身上就有可能会有双键 会有一个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有可能长怎样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猜猜看 有可能是这样子 两个三个四个 好 这个呢 应该就是主链四个 可是不对啊 因为我少了两个青 少了两个青 所以有可能有双键 双键在这里 OK啊 这个叫一丁锡 双键在这里 这个叫二丁锡 同学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 如果你有双键的时候 还要小心 他是不是会有顺反易购物 那这一个呢 就是顺势的 那刚才那一个是反式的 好 所以你如果是锡的状况呢 有这三个 我还可以三个碳 我先接这样 然后再接一个双键 这个一样 也是C4H8 接下来我们来看缓的部分 那缓的部分呢 我四个碳 我可以这样子绕一个 像方形一样的形状 绕一圈 我就少接了两个青 没问题 那我也可以三个碳 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缓 这样OK 所以你看 C4H8它的所有益购物呢 就会有这些类别 1 2 3 4 5 6 四个是链状的 两个有缓 那怎么命名呢 来第一个这一个 是丁锡的位置 锡的双键在一号位置 再来这两个我们一起来 一个叫顺势 一个叫反式 它们都是二丁锡 丁锡的双键都在二号位置 可是呢 在几何一购物里面 它如果清在同一边的叫顺势 在不同边的这个叫反式 再来这一个 它的主链呢 是丙锡 然后呢 它的甲基接在二号位置 所以这叫二甲基丙锡 接下来这个长得很像正方形的 这一个应该是 主链有四个碳 所以是钉 然后没有双键 所以是碗 又绕一圈 所以它叫做 环丁碗 再来这里 先有一个三角形绕起来的 所以叫做环丁碗 可是它身上呢 有一个 一个碳的取代机 叫做甲基 所以它叫做 甲基环丁碗 所以你看 我们C4H8 先把链状的这四个画出来 再把环状的这两个画出来 画了之后呢 按照我们的命名规则 一个一个的把它命名完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碳氢化污的另外一类 叫做芳香氢 芳香氢呢 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六个碳 六个氢的这个主结构 所形成的本环 还有它的衍生物 那这个本环到底长怎样呢 你看哦 它的六个碳六个氢 它可能是形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这六个碳形成一个环之后呢 会有双键单键 双键单键 双键单键的结构 可是它真实的状况 还不是这样哦 它是会共振的 所以这六个碳碳的键的长度 是一样长的 那这个我们在化学上 怕学生误会 考试非常喜欢考说 本环身上的这个碳碳之间的关系 有三个单键 双个双键 这个不对 这个应该叫做 有六个一又二分之一键 因为它六个都是等距离的 所以这个是共振的结构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结构 所以这也是方向厅 之所以会特别拉出来 是一类的原因 你看嘛 单键的叫碗 双键的叫锡 三键的叫缺 那因为这个是一又二分之一键 很特别的 我们特别把它归成另外一类 就是方向厅这一类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算 听类分子上的氢原子数目的时候 如果你是饱和的 就是CnH2n加2 这个前面讲过很多次了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2n加2 每一个碳上下上下各接一个 然后头尾把那两个补上去 所以2n加2 所以6个碳就14个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它有环又有双键 所以6个碳完了之后呢 是14个 然后扣掉两个再扣掉两个 所以就10个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不饱和厅类的 依购物的结构跟分类的连结知识 再次感谢我们Delta Mox科学素养化学材质变的 直播团队还有教授的指导 谢谢